有一個新規6500萬立法的目標 在前幾天就5月19號已經達成 但是呢相較這12億立法 事實上這6500萬立法還是不夠 還是不夠 所以呢行政院院長特別指示 經濟部跟屬立所要積極的加強做新規的工作 一定要確保讓民眾 不會因為再來的大雨 因為這個水災造成所謂的第二次的傷害 所以我們一定會呢 激起呢去做屬立的工作 換算說雖然屬立要超過百分之百多 我們會超過百分之百二十來做 而且啊會對於機器來做 牽訪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所以這是一個辦法 那第二點 最近的時候情況很嚴殊 特別是在高雄看的地區啊 整個降的量 有夠跟進去 遇到積極的降量呢 只有過去的四分之一 那麼中文跟南華水庫的這個所謂的水水量 不到過去的百分之二十 那這幾天 看樣子應揚的南高照 雖然說封面來臨 不過好像跟我們一起不太一樣 所以到國來講 除了防汛以外的話 抗漢變成是另外一個 要是做準備的工作 因為萬一未來一段時間 雖然是沒影距 但水量不夠的話呢 如果節用水 如果把水庫的溯水 實在能夠拉長 那當然機器部水利署 會盡量去開發一些新的水源 還是備用水源 好